HELLO 这期节目的话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这个 当你购买这个Mavio Air 2飞行套装里面的这个ND滤镜的话题 就有很多小伙伴会私信我让我去说一下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那在告诉大家ND滤镜使用之前 先跟大家说一下ND滤镜是什么 ND滤镜的话大家其实可以理解成就是给你的这个摄像头戴的一个太阳眼镜的这样一个感觉 它是用于减少进光量的 那我们在说这个ND滤镜的使用之前要先跟大家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 手动模式和这个自动曝光的一个区别 那自动曝光的话之前节目有跟大家说 自动曝光为什么就不建议大家用自动曝光 就是当你从一些这个阴影的部分开始拍摄 然后变成亮光的这样拍摄的话 你得到曝光是不稳定的 就是会忽明忽暗的那我们去尽量去减少这样事情的发生的同时 那你就必须要使用手动模式去曝光 但手动模式曝光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你当你把你的这个曝光度 ISO降到最低的时候 那同时你的这个快门速度的设定就会是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说有的画面看起来会有电影感 就是好莱坞拍的电影或者是就是平时大家看电影 为什么像电影 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东西我们叫做Motion Blur 这是这是行话了 它叫做动态模糊 中文叫动态模糊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东西 那比如说你在拍摄一些就是视频的时候 那比如说你的DV拍摄或一般的手机拍摄出来的视频 你去突然暂停在某一个针的中间 某一针的中间你看到的画面是清晰的 但是如果是电影画面你去暂停的话 你会看到比如说像我的手在晃动 它是模糊的你在暂停的同时 那这个就是你平时拍摄的这个短片和这个有动态模糊效果的一个区别 那怎么去达到这样一个动态模糊的效果 那就是需要你去设定你的这个我们叫做Shutter Speed 就是这个快门速度 首先的话是有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公式的行业里面的一个公式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是4K24帧去拍摄 那你的快门速度就必须设定成你的帧率的两倍分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4K24帧录制 那我的快门速度就一定是48分之一或者是50分之一 那有的设备上它没有这个48分之一的选项 那你就选择50分之一 那比如说你用的是60帧拍摄 比如说4K60拍摄 那你的快门速度就必须是120分之一 这个没有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公式 那你得到这样一个快门速度之后 去拍的物体你的这个Motion Blood 动态模糊就是刚好一个电影级的一个水平 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去设定你的ISO在100 就最低 我们一般都是用最低的ISO 为什么 因为ISO降的越低 你得到的噪点会越少 那你去降低到最100 然后去设定这个快门速度 是你的这个帧率两倍分之一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画面是过曝的 就是非常的亮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使用ND滤镜 那ND滤镜的作用 其中一个就是减少进光量 让你得到的画面不会过曝 那从而你可以得到一个 带有这个动态模糊效果的一个画面 那其实这边的话给大家准备了就是Mavic Air 2 它的三款这个ND滤镜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ND16、ND64和ND256 那平时的拍摄像现在是中午的一个时间 平时的拍摄的话 我们用ND16就足够了 那ND64的运用场景的话 比如说是冬天 那比如说下大雪的一个天气 但是中午是出太阳的雪地 会有反光的这种效果 那你可能会用到ND64 那平时ND16是绝对是够你使用的 那比如说早上你比如说拍日出 那可能画面会有点点暗 这个时候可能ND16会有点点黑 那你可能需要用到ND4、ND8 这些是需要你自己去另外购买的 那我们来说一下ND256这个东西 这个滤镜的话会非常的黑 它的作用我们并不建议大家去使用它作为这个视频拍摄 那当然比如说你在拍视频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曝光 ISO调高 那不会看起来这么黑 但是不可以这样做的问题就是你在用了这么黑的滤镜的时候 你去调光调高这个曝光度你的画面会有非常多的噪点 那256的ND滤镜的作用我们用来拍摄照片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用的256的ND滤镜 你可以把你的快门速度 变成1分之1秒或者1分之1秒或者是1秒的曝光速度 那你得到的画面会是一个 长曝光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照片 比如说你在拍摄瀑布 拍摄这个夜晚的高速路 可以拍摄这个车的轨迹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用到ND64或者是ND256去做这个长曝光 那比如说像这么亮的天气 你要做长曝光你就必须要用到ND256或者更高 那这个是ND滤镜的一个使用 那平时的拍摄比如说你只是出去旅游拍风景的这样的情况的话 ND16已经足够足够足够你使用了 好吧 然后我们怎么去更换滤镜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这个头用你的手把它扶好 那这个滤镜往左边拧一下 它就可以取下来了 那你要更换的话你就只需要拿一个新的滤镜 那我一般一般装的就是这样 那你只需要把它这样斜着扣上去安装的时候 大家能够看到吧 然后把它拧回正面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很简单的 而且它的这个固定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 就是比如说飞行中它会掉这种情况 那这期节目的话就希望大家能对这个ND滤镜有一个足够的了解 那其实也没有说的很深 那其实日常拍摄的话 ND16或者64或者是4832这几个级别 就大家要去摸索的去更换你的ND滤镜 自己去看一下具体是一个什么效果 好的那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